大家好,我是小杨 本期的案件来自马普尔小姐探案之《杀人不难》 改编自阿加沙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 这部作品的众口程度和死亡人数都给后来的很多推理小说带来启发 在《杀人不难》的连环案中一共涉及了七条人命 其中还有一死两命的案件 它也跟《无人生还》、《白马酒店》等一样 成为了阿加沙克里斯蒂小说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作品之一 案件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欢迎来到小杨说案件 但在此之前,请你点击那个红色关注按钮 红色按钮正下方正是视频开始的时候 故事一开始,影片来到了一个优美的乡村小镇中 一群居民正在教堂聚集唱歌 同时还要深切怀念一下 刚刚意外去世的镇上的一位老人草药婆婆 然而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镇上的老牧师竟然迟到了 代理牧师只能临时上场主持祷告 悠扬的圣歌飘扬在教堂之中 而在河边的风巢旁 老牧师正抽搐地死去 引国乡村名侦探马普尔小姐乘坐火车 前往大城市伦敦拜访一位朋友 货车上,一位唠唠叨叨的胖大神主动找马普尔搭讪 并语出惊人的表示杀人不难 只要将谋杀伪装成意外就可以了 原来居住的村庄刚刚发生两起死亡事件 一起是村里的草药婆婆 一枚物食毒蘑菇,中毒身亡 另一起是村里的老牧师在给风巢除虫使 一枚忘记戴上防毒面具 结果被自己喷洒的杀虫剂毒死 这两起命案都被警方判为意外事故 但胖大神却不认同这个结论 据旁人所知 草药婆婆对草药和蘑菇都很有研究 根本不可能误食毒蘑菇 所以胖大神认为这两个人都是死于谋杀 而凶手极为狡猾地将这两起杀人案 伪装成了意外事故 接着胖大神还紧张兮兮地告诉马普尔小姐 自己这一次前往伦敦就是要去警局报案 因为他担心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要么是他 要么就是村里年老体弱老顽固比尔医生 马普尔原本以为人只是危言耸听 谁知两天之后 他就在报纸上看到了胖大神的复告 原来当天火车到战后 不久就死在了前往警局的半路上 死因是失足跌下高高的扶梯摔死 这看上去又是一起不幸的意外事故 但同一个村庄里 三位村民在短时间内相继意外身亡 怎么看也不像是简单的巧合 为了搞清楚真相 马普尔小姐决定亲自前往事发村庄走一趟 不过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他是以胖大神的朋友身份的名义 参加对方葬礼 来到了村里葬礼上 马普尔结识了从外地回村休假的警察探长卷福 两人交谈甚欢 并很快成了忘年交 村子不大 很多村民都来参加了胖大神的葬礼 在卷福的介绍下 马普尔很快搞清楚了村里主要的人物关系 客厅里忙着招呼宾客的瘦小女人名叫莲妹 她是村里有名的大龄圣女 同时也是死者胖大神的至交 胖大神的是个孤寡老太太 没什么亲人 所以她的葬礼都是由莲妹一手操办 留着一抹小胡子的中年男子是村子里的王议员 他正在参加议员的换届选举 同时也是下一任外交大臣的热门人选 陪在王议员身边的高挑女子是他的妻子王夫人 跟在夫妇身后的男子则是王议员的秘书高律师 以及提到过的比尔医生 比尔医生果然依附年老体衰的样子 站在那里都有些摇摇欲坠 在大家的聚会上 他甚至突然晕倒 多亏女婿也是个医生知道怎么处理 比尔医生的妻子和女儿慌忙将其送到诊所救治 老王顾的老婆很是担心 这是镇上的王议员过来安抚的 他也不知道这是表达上级的关怀 还是什么别的 此时马普尔小姐意外得知 原来莲妹家的女婆曹姐 就是村里的第一位死者 草药婆婆的孙女曹姐 莲妹介绍草姐的父母嫂王 曹姐是草药婆婆将其一手带大嫂 婆婆去世后 莲妹见无依无靠的小妹十分可怜 就将她收留在家里做了一名住家女仆 马普尔小姐注意到 曹姐给王议员送糕点时 油腻的高律师还趁着大家不注意捏了一把曹姐的屁股 联想起此前在火车上的预言 马普尔小姐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宴会结束之后 卷福探长又热情地邀请马普尔小姐到自己家中小住几日 她向卷福探长坦白了一切 并将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诉了卷福 由于在火车上听到了胖大婶道预言 比尔医生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马普尔小姐因此非常担心 不过 卷福认为胖大婶的预言纯属无稽之谈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 两人就接到了比尔医生死讯电话 死因是伤口感染 引起的急性败血症 这看上去又是一起意外事故 卷福此时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短短几天内村里接连四个人死于非命 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经过商量之后 马普尔和卷福决定分头行动展开调查 马普尔找到第一位死者草药婆婆的孙女曹姐 询问情况 草姐患有严重的哮喘 一说话就咳嗽个不停 在喝完一瓶止咳药之后 才勉强能正常沟通 她说 草药婆婆确实对草药和蘑菇都很有研究 她记得自己小时候有很多村民到奶奶家里 求取草药偏方治病 不过草药婆婆年纪大了之后 眼睛有些昏花 确实有可能错将毒蘑菇 当成普通蘑菇食用 但在马普尔小姐的提醒下 草姐回想起了一个可疑的细节 事发当天草药婆婆在厨房煮蘑菇汤的时候 曾听到有人敲门 由于在此前一天 远道而来的美国姑娘小美声称要来拜访草药婆婆 草药婆婆便以为来人是小美 于是跑去前厅准备开门 然而开门后又发现门外并没有人 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草药婆婆还跟孙女草姐说起了这件怪事 结果话音刚落就中毒身亡 草姐由于不爱吃蘑菇才侥幸逃过一劫 现在看来 如果草药婆婆的死不是意外 那么很可能是凶手故意敲门 将草药婆婆引出厨房 然后再溜到厨房窗前 将有毒的蘑菇头放到了汤锅中 毕竟草姐家的炉灶就靠着厨房窗户 凶手极有可能通过窗户向锅里投毒 至于小美为何要拜访自己的奶奶 草姐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选服仔细查看了老牧师的死亡现场 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老牧师平时使用的防毒面罩上 竟然被人扎了好几个不起眼的小孔 由此看来 老牧师也是死于他杀凶手 提前在防毒面具上做了手脚 致使面罩失去防毒功能 这才导致老牧师在喷洒杀虫剂时 中毒身亡 老牧师死后 凶手又循迹摘下了他的面罩 从而伪造出了对方忘记戴防毒面罩 而中毒身亡的假象 巧合的是 老牧师在遇害前一天 也约见了那位名叫小美的美国女孩 第二天 马普尔小姐在教堂里 找到了正在印雕塑的小美 于是 旁敲侧击地询问对方 为何不远万里 从美国跑到英国乡村来 小美则告诉马普尔 自己十分喜欢旅游和雕塑 她来到这里观光时 发现这间教堂的雕塑特别精致 所以就在村里多留了几天 想把教堂里的雕塑全部塌隐下来 精明的马普尔小姐一眼就看出 小美是在撒谎 这座村庄根本没有值得一看的景点 此外 如果对方真的喜欢雕塑 她就理应清楚拓 印雕塑所用的工具 应该是专业的蜡膜 而不是她现在使用的普通蜡笔 由此可见 这个小美留在村里可能另有企图 就在马普尔的调查取得些许进展时 村里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这一次的死者居然是草药婆婆的孙女曹姐 曹姐半夜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死时手里还握着一瓶有毒的染色剂 法医的事件表明 曹姐就是被自己手里的染色剂毒死 而且死前已经怀有身孕 只是村里没人知道曹姐毁的到底是谁的孩子 据曹姐的雇主连妹回忆 曹姐手中的染色剂应该是用来染帽子的 事发前一天 连妹就听曹姐说过想给自己的帽子重新染的颜色 而且刚好有不少染色剂 于是就让对方随便挑了一瓶 由于装染色剂的瓶子和止咳药的瓶子非常相似 两者又都没有气味 所以当地警局派来查案的林敏推测 可能是曹姐在黑暗中 勿将染色剂当成止咳药喝下 这才中毒身亡 这又是一起意外事故 哪有那么巧到事情 村里接连发生六起死亡事件 哪怕白痴也会觉得是有蹊跷 经过检查曹姐还已经怀有身孕 听到这里高律师感觉很是悲伤 紧接着 牧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曹姐在死前还曾经来过教堂忏悔重大罪行 现在看来这个罪行就是自杀了 眼看着就要被判为自杀 卷福居然赶紧站了起来 他提出曹姐有可能是被谋杀的凶手 可以故意将染料和糖浆调换位置 只要被害者半夜咳嗽 就有很大的可能会喝错东西而死 由于前探长卷福的质疑 所以法官判定曹姐的死亡调查正式开始 在马特尔小姐的帮助下 小警察开始了对嫌疑人的讯问 由于怀疑这一系列的案子都是一人所为 因为胖大神是死于伦敦 所以当时在伦敦的人就有很大嫌疑了 医生到老婆去了伦敦 但他死活不说为什么 并且还充满了对警察的轻蔑 王医元说自己那天没去伦敦 而是去打高尔夫了 可是下一秒医元老婆就说 医元有一年都没打高尔夫了 李警官也提出了另外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致使曹姐怀孕的渣男不愿负责 所以曹姐在绝望之中服毒自杀 而是致使曹姐怀孕的渣男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偷偷用有毒的染色剂 调化了止咳药杀害曹姐灭口 不管是哪种情况 当务之急是找出这个让曹姐怀孕的男人 马普尔小姐突然想起了 在连妹家中偷摸曹姐屁股的高律师 但是曹姐并没有表现出反抗的情绪 两人关系显然不一般 马普尔将此信息告诉了查案的李警官 李警官立即找来高律师质问 高律师见丑事泄漏之后 承认曹姐肚子里的孩子确实属于自己 但她拒绝承认杀害了曹姐 高律师向李警官透露 自己也在竞选一员 所以没敢公开和曹姐的恋情 毕竟导致小姑娘未婚先孕 可算是一种黑料对自己竞选大大不利 而且曹姐生前不知从哪里搞来了草药婆婆留下的打太偏方 两人商量好要打掉这个孩子 所以在高律师看来 曹姐也根本没有理由自杀的 此外 曹姐出事当晚 高律师并不在村里 而是连夜去了附近的镇上找一位老法医 二十多年前 正是这位老法医给连妹坠河溺王的傻弟弟做的尸检 从老法医口中高律师得知了一个秘密 当年连妹到傻弟弟落水的前一晚 王一元给他弟弟灌了很多酒导致宿醉未归 而在第二天傻弟弟落水身亡 事后 王一元还做贼心虚的收买了老法医 让其篡改了尸检报告 隐瞒了逃逆前一晚喝醉的事实 这也是高律师此行的目的 有了王一元的这个黑料 高律师就能以此逼迫对方退出换届议员竞选 而将选举机会让给自己 警方很快确认了高律师的不在场证明 看来这个家伙只是有点渣 而非杀人真凶 王夫人听到王一元退出竞选的消息后 也伤心欲绝 他们夫妻俩为了这次竞选付出了太多太多 关键是小美还正好在这时出现 这一切到一切让一元老婆濒临崩溃 并告诉小美考虑考虑回来再说 就在这时村里再次发生命案 死者是王一元的妻子王夫人 王夫人是因为注射过量胰岛素昏迷 死在了自家浴缸里 王夫人生前患有糖尿病 平时就有注射胰岛素的习惯 可见此案看上去又是一起意外事故 不过 法医在王夫人的身上发现了两个注射孔 一个在手腕上 另一个在脚趾上 如果只是给自己注射 肯定不会选择脚趾这么刁钻的部位 所以法医据此推测是有人在王夫人注射胰岛素之后 又强行给她注射了过量胰岛素 这才致使其晕倒在浴缸里 在得知王夫人溺亡的消息后 美国女孩小美慌忙找到马普尔和卷幅 坦白了自己的一切秘密 原来小美就出生在这座村庄 小时候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后才定居美国 此次来到村里 小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亲生母亲 在她看来 母亲当年遗弃自己应该有不得已的苦衷 所以为了不让生母难堪 小美才以旅游的名义来到这里秘密调查 为此她私下约见草药婆婆和老牧师 这两人都是村里的老人 应该知道不少村子里的往事 可惜的是老牧师未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而草药婆婆还没来得及跟小美交谈 就以中毒身亡 两天前小美从比尔医生的妻子口中得知 二十多年前也就是小美出生的那年 莲妹曾经请求比尔医生给自己的一位怀孕的朋友做流产手术 比尔医生当时以这种手术不人道为由拒绝了莲妹的请求 比尔太太猜测 莲妹口中的怀孕朋友应该就是对方的闺蜜王夫人 如今看来没能做成流产手术的王夫人 她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小美的生母 所以小美昨天找到王夫人当面问过此事 王夫人当时情绪很激动但什么也不肯说 只是表示希望小美能给她一点时间考虑等 她想清楚之后会将一切如实相告 没想到王夫人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又突然申过 马普尔和卷幅都被小美的话感到惊悚 但也正是小美的这番话 让马普尔小姐将收集到的所有线索都串联起来 从而想通了这起骇人连环命案的真相 随后马普尔和卷幅组成老少佩 将众人召集起来开始一起推理案情 谜底马上揭晓 先说几个小插曲 比尔医生的老婆和王一元实际上没什么大事 他们最亲密的行为也就是一起去伦敦看戏了 王一元撒谎说他去打高尔夫了 也是不愿意说自己去伦敦的目的 那么王一元为什么要跟比尔医生老婆去看戏的 因为王一元觉得比尔太太需要鼓励一下 可是他的这个鼓励有点做得太过头了 让比尔医生的老婆有了非分之想 这时连环突然正义赶爆棚 捅出了王一元受到助手勒索一事 眼看着也瞒不住了 王一元不用助手爆料 自己把当年的真相说了出来 当年王一元买通了法衣 让他隐瞒了傻弟弟与他喝过酒的事 因为他怕傻弟弟的死被联系到他 从而影响了他的前途 没多久连妹就到比尔医生那去问堕胎的事 透露这个朋友就是王一元的老婆 也就是说傻弟弟强奸了王一元的老婆 如果是这样傻弟弟第二天的坠河身亡 这就太巧了吧 显然傻弟弟是被谋杀的 而二十年后的今天 这些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 每一个都像是意外或自杀 但种种证据又都表明他们是被人谋害的凶手 如此费尽心机 杀害了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而在马普尔看来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命案都跟小美的身世有关 如果小美果真是王夫人的女儿 那么从时间线来看 小美出生是王夫人尚未嫁给王一元 也就是说王夫人是未婚先孕 而且小美的父亲可能并不是王一元本人 只有这样发生的一系列命案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选举在即王一元 为了掩盖妻子的婚前丑闻 谋杀了几位可能知情的村民 并将几个人的死伪装成了意外事故 最后 她连自己的妻子也没有放过 但问题是 如果是王一元杀人灭口 对方为何不干脆弄死 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小美 反而无脑道 杀一帮村民甚至还搭上自己的妻子呢 王一元毕竟从政多年应该不至于如此底下 凶手之所以不愿杀死小美 而是费尽周折去谋害其他知情人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凶手跟小美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 顺着这个思路 马普尔和卷福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这时马普尔小姐画风突变 突然问连妹现在还在做蛋糕吗 连妹总是标榜她做的蛋糕有多好吃 之前调查不在场证明时 她也是说自己在家做蛋糕 但其实她的蛋糕全都是商店买来的 马普尔小姐吃了一次就查出来了 这小小的谎言 让马普尔小姐开始注意连妹的一举一动 曹姐是务实帽子染料而死的 谣言说那瓶染料是从自己那里要走的 可是曹姐是红头发 怎么会挑选红色的帽子染料的 小美曾从养父母口中得知 其亲生母亲就在这个村里 小美的母亲当年怀孕并生下小美的事情 村里的老人不可能不知道 然而老牧师就对小美的身世一无所知 说明小美的母亲当年在怀孕时将自己藏了起来 而在那段时间里 连妹因为傻滴滴溺王和王一元的移情别恋 患上了轻度抑郁 将自己关在家里七个月不愿见人 怎么这么巧 马普尔据此推测 连妹当年封闭自己并不是因为抑郁 而是因为未婚先孕 可问题是连妹当时的男友王一元还没有从政 如果这个孩子属于王一元道 那么连妹根本没必要躲躲藏藏 两人只要大大方方结婚即可 真相只有一个 这个孩子的父亲不是王一元的 而且是一个绝对不可以说出来的人 这个人也不是别人 就是连妹的傻弟弟 连妹为了掩盖这段难以启齿的秘密 不仅遗弃了刚生下来的小美 还犯下了一系列命案 在听完马普尔小姐的这番推理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小美更是整个人都快要炸了 唯有连妹见到丑事败露 倒是显得比较从容 她深情地看了看小美 然后向大家坦白了一切 当年连妹为了照顾傻弟弟 拒绝了王一元的求婚 王一元在郁闷之下 拉着连妹傻弟弟一起喝酒解闷 故意在醉酒之后 给傻弟弟胡言乱语了不少两性方面的知识 谁知愣头愣脑的小弟回到家后 就硬拉着姐姐搞实践 连妹担心这个难以启齿的秘密曝光 便将弟弟引到河边推入河中淹死 并将之伪装成意外溺水身亡 不久 连妹就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她先是谎称朋友怀孕打胎 想找比尔医生做手术 在遭到拒绝后 又跑去跟草药婆婆讨药打胎偏方 不过最终连妹还是没忍心打掉孩子 而是偷偷将其生了下来 然后找了个机会跟摩西一样 将孩子连同摇篮一起放入河中漂流 希望有缘人能救下并收养这个孩子 连妹原本以为自己的日子悲惨往事就此结束 不想二十多年后 长大成人的小美居然回村寻亲 为了继续掩埋这个不可告人的真相 连妹决定杀死当年所有的知情人 她先是在草药婆婆的蘑菇汤中投入毒蘑菇 接着又破坏了老牧师的防毒面具 致使两人先后中毒身亡 老牧师实际上对连妹的事一无所知 但连妹曾经向其忏悔过 尽管其在忏悔时语言不详 但由于作贼心虚 她还是决定对老牧师痛下杀手 杀死比尔医生也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在草药婆婆葬礼的当天 连妹故意打碎盘子 假装不小心割伤比尔医生的手指 接着又用一张沾有动物农药的窗口贴 给比尔医生的伤口进行了包扎 从而致使比尔医生伤口感染 患上急性败血症而死 至于执意要去报警的胖大神 也是被连妹推下扶梯摔死 对于连妹来说 杀人不难 只要将每个人的死亡伪装成意外事故就行 在杀完这四个人后 她原本打算就此收手 可没想到曹姐意外怀孕 还像连妹索要当年奶奶留下的打胎偏方 疑神疑鬼的连妹认为曹姐可能也是知情人 于是她就顺手将曹姐的止咳药换成了有毒的染色剂 致使曹姐也中毒身亡 最后死的王夫人也挺遗憾 当年她跟自己情夫在河边游玩时 意外看见了随波漂流的小美 于是就好心地将孩子捡起来 送到了镇上的福利院 小美在向王夫人询问自己身世时 王夫人正是在纠结 要不要将当年捡到小美的事告诉对方 因为这将涉及到她跟情夫游玩的往事 而如今身为王一元妻子的她 哪怕一点点丑事都可能被王一元的政敌拿来做文章 王夫人在难以决定之下 就向好闺蜜莲妹寻求建议 结果刚好踩中莲妹的雷区 所以杀人不难的莲妹决定 让好闺蜜也永远闭嘴 这就是这起离奇的连环谋杀案的所有真相 案件已经完全解开 曾经深爱过莲妹 到一元也喊她巫婆 小美更是无法接受母亲是个杀人犯而跑了出去 只剩下莲妹自己悔恨的哭泣 一切安定之后小美要回美国了 卷夫问她何时才能再见 小美没有回复直接走了 可是在小美走后 马普尔小姐却提醒她看看口袋里面 正是小美的回复很快 故事结束